佛陀有说过一本经 是专门告诉我们怎么治癌症的 佛说疗治病经 有些人看这个题目 这个经是说是佛陀告诉我们怎么样子治疗治疮的 其实他搞错了 这个是佛陀看说我们怎么样子治疗癌症 并不是治疗治疮的 那么药师法门里面也会有讲到怎么样子去帮助到癌症病人 不过呢如果是晚期或者做过很多次化疗放疗 而且呢这个癌已经转移了 这种康复的机会那就很少了 微乎其微 但是在之前呢应该如法的按照药师法门去修的话 还是有机会扭转过来的 第三种鬼神干扰呢就是叫做魔罗 鬼呀是破坏我们的身体 让我们的身体生病 魔呢就让我们人呢 是去思考能力 不有自主的呢 起那些很邪的念头 心里面明明知道不对 但是没办法 他还是不停的妄言冒出来 咸业冒出来 这个时候呢往往是有魔罗的干扰 第四类致病的因素就是业障病了 业障病就告诉我们前身犯戒 你今生容易产生了一些病 同样的意思说你今生有哪些病 你要怎么忏悔 你要查一查你前身 可能犯了什么戒 可能做了什么坏事 你通过这个表呢就可以知道了 这个是智者大师在那个四禅波罗密门 第四卷上面呢所讲的 前身如果有犯杀生计的人 今生呢眼睛容易有毛病 那个那个表来一声给我 那个 眼睛产生毛病呢 是因为如果久治不遇啊 前身呢应该是有患杀生计 那么他的症状也很多了 好像眼睛红痛昏花 那么在骨髒上来说呢 他容易犯的病就是肝病 肝病 肝炎 肝癌 肝硬化 等等 以及呢 这个人很容易啊 忧愁 并且呢 头痛 有肝风很盛的人呢 也会往往容易有头痛 那么 然后呢 如果前身有犯偷到街的人呢 今生容易犯鼻子上的毛病 鼻虚肉啊 鼻痘炎呢 鼻色啊 流龙剔啊 这些 五脏呢 又容易生肺病 身体呢 很脏痛 四肢很疼痛 前身犯学音界呢 今生容易发耳朵上的毛病 中耳炎呢 耳聋 耳鸣 耳痛 耳动啊 有个很奇妙的地方 一个小孩子呢 他听不听话 容不容易教 你用你的手指头 插到耳孔里面去 很容易插进去 这个小孩子很听话的 很小很小 插不进去 这个小孩子很小气的 而且很顽固 从小就知道 而且这个耳朵呢 他如果是 好像是说翻过来的话 这个小孩子很胖腻的 比较贴着呢 就比较好 然后呢 在五脏上面呢 容易生肾病 尿毒症啊 肾瘀肾炎啊 这些都是比较麻烦的病 这个是因为 前身有犯血淫戒呀 容易产生这个 耳朵方面的毛病 耳朵方面的毛病 现在的人呢 我有见过很多 都是肾脏的功能受影响的 有问题的 你比方说肾结石啊 肾郎肿啊 肾炎啊 耀毒症啊 这些呢 大家要知道的是什么呢 肾如果有问题呀 是因为过去生 或者就是今生 他有犯过邪淫 现在人很开放 所以的话呢 随随便便的呢 就会发生关系 所以呢 事实上 种下这个因呢 就容易遭感这一类的病 今生犯血因呢 也容易产生肾结石 肾 凡是肾有问题 那就基本上都是表示呢 他对某一个人 心死了 或者对某一段感情 心死了 肾结石呢 他的因素是 或者前生 或者今生 有婚外的性行为 好心天气都不相干 其实就有必然的关系 我见过的人呢 很多都是今生有范 然后呢 他的中年就有肾结石了 这个结石啊 你看那个石头啊 把它包起来 这是肾结石啊 一杀性的或者是颗粒性的啊 肾结石啊 你看这个贝壳呢 有一粒沙子进去 它包起来 就会包成一粒珍珠 我们有一粒沙子进去 我们把它包起来 就会包成一个结石 肾结石 胆结石 所以的话呢 这个石头就把它包起来 就代表有所隐瞒 如果你对你的伴侣 有隐瞒的话 你有婚外的那个性行为 然后呢 你不让你的 不让你的妻子 或者不让你的丈夫知道 那事实上的话呢 到后来的时候 你会容易犯肾结石 肾郎种呢 它是表示 曾经有外遇 肾发言呢 有肾炎呢 它是表示呢 夫妻之间呢 感情有问题 沟通有障碍 但是呢 两个人并没有离婚 还没有收尾 你正在发言 感情正在发言 你的肾也会发言 这个其实是有关去了 如果我们详细来讲 可以讲很多 每一种都可以讲很多 不过确实 如果这样讲的话 我们要时间讲 一年也讲不完了 所以我们略略讲讲好了 总而言之 我们要知道呢 事实上啊 通过这个表 我们就可以知道 你看 我们要持好五戒 持好五戒 不然是修行的需要 也是我们身体健康的需要 如果你有发妄语剂的话呢 全身有发妄语剂 今生容易有舌头的毛病 然后呢 吃什么东西啊 都觉得没味道 然后如果在五脏上来说呢 它是脾胀的毛病 脾胀很重要 我们前面有讲过了 脾胀它不单单是消化吸收啊 而且是我们免疫系统的重要器官 可以说先天之本是肾脏 后天之本是脾胀 肾和脾 这个两样不好的话 你的身体要想好就很难 然后呢 你看还会有那些好像游风啊 痛风游风啊 这个风湿痛啊 它不顾在一个地方到处游走 这种游风 事实上呢 也是很多也就是因为说 脾胀的功能不好所产生的 如果你全身有发妄酒剑呢 今生容易有嘴唇上的毛病 嘴唇上身仓呢 嘴唇上面它会 它会那个 突然之间好像说 劣了或者是很难受很痛了 这些都是嘴唇上的毛病 而且呢 你要会看的话 你可以知道 一个人如果他以前的条件不太好 突然之间这个嘴唇上面生一粒 生一粒质的话呢 就表示他很快就有好东西吃了 但是如果一个人平时环境条件 一向都很好 但是突然之间这个嘴唇上生一粒质的话呢 就表示他很快会有胃癌或者肠癌 其实人家会要是法门啊 任何人一眼看过去 你就可以把他看穿 很多不为人之的秘密啊 你就看他一眼就知道了 就是他曾经做过什么 尤其是做过哪些不规矩的事情 都是可以看到的了 不过还是要有道德 不要随便说人家 口里面经常觉得很干燥啊 往往也是因为全身犯饮酒戒的缘故啊 然后今生容易犯心脏病呢 也是因为全身有犯饮酒戒呀 所以呢 第二个启发呢 其实有就告诉我们 我们犯那个五脏五根的这些毛病呢 以后呢 如果我们久之不欲 我们希望忏悔 业障的话 我们怎么样去忏悔呢 我们看这个表 我们就知道怎么忏悔 我有心脏病 我忏悔我全身可能犯了饮酒戒 我有肝病 那我应该忏悔我全身曾经犯过杀身戒 我精神多放生 这样子的话呢 对我们身体的康复啊 是会有帮助的 那么这个呢 是讲业障病 是病的第四种因素 那么这个是我们讲啊 胃疤业障所产有情 众生的病苦啊 种种病苦啊 很多也都是因为业障所残妇啊 然后呢 利益安乐 向法转食 诸有情故 佛陀称在文书菩萨说啊 你提问呢 是为了令众生文法 得到法义 帮助众生呢 能够转向法为正法 获得现世乐 后世乐 和究竟解脱的安乐 所以是利益安乐 向法转食 诸有情故 底下呢 就是佛陀同意说法 如今地听 极善思维 当为辱说 如今地听 你现在好好的认真地 专注地听 地啊 就是省地 一字一句都不含糊 都很专注地来听 你现在呢 省地专注而听 极善思维 极为善巧地 思维正法 与无陆地 佛法 相运 称为极善思维 善思 善为 其实这个 这个几个字里面呢 就已经包含了 文思修三会了 地听 是文所成会 善思是思所成会 善为 是修所成会 就是说 逢源对境的时候 你知道怎么修 你能够记起来 这个是善为呀 善思为 其实呢 就已经包括了 思慧和修慧呀 当为如说 我现在呢 来为你宣说 这个是告诉我们文法的方法 你要听法呀 要得到法意呀 一定要先懂得文法的方法 最低限度呢 要做到两条 一个是集中精力呀 专注而听 是力听 第二个呢 文法以后呢 要思考 要深刻地理解 然后呢 要用之于实践 要在生活之中修行 那么 菩提道师弟上面呢 就说要断三过 修六想 断三过呢 是弃腹 弃漏 弃不尽 发现一个杯子 你把它反过来 你再多的甘露倒下去了 它都装不了 然后呢 虽然没有反过来 它底下有个洞 你装再多的甘露 它都流不好了 还有呢 杯子里面本来就有 污染的毒药 你刚都倒进去 全部变成毒药了 气不尽了 同样的呢 我们文法呢 也是首先要消除傲慢心 要消除散乱心 要消除邪见 我见我慢 都要消除 这样子呢 能够断三过 修六想呢 与佛陀做一王想 与佛法呢 做一药想 自我们烦恼病的药 与生且做护士想 与生死烦恼 做重病想 与自己做病人想 与修法呢 做辅药想 这样子呢 保持六想 儒家呢 他也说 我们要学习啊 要成就学问道德啊 也要博学之 圣诗之 明辩之 圣诗明辩呢 也就是呢 我们此地呢 所说的 文法以后呢 要思维 要思考 那么这个是佛陀呢 他对于文殊菩萨的 你赞叹 啊 漫书势力言 为然 愿说 我等 要文 这个乐字啊 其实应该是念 要字是比较正确的 为然 为就是是啊 然就是对啊 文殊菩萨 是对 佛陀啊 请您呢 说啊 愿说啊 文殊菩萨呢 听到佛陀的称赞 勉励以后呢 啊 就回答佛陀说 是对 世主的教会呢 我们为命是从啊 现在呢 愿您呢 慈悲宣说 啊 我等弟子呢 非常渴望听佛说法 我们喜好佛法 犹如饥饿的人 遇到美食一样 犹如口渴的人 得到清凉的饮料一样 众生 沉稳在生死的苦海之中 啊 能够遇到佛陀说法 能够遇到佛陀慈悲救济 这个呢 是最欣喜 最呢 高兴的事情 所以呢 我等 要文 这个乐字 其实是有三种音了 音乐的乐 快乐的乐 还有这个要字 要就是 非常渴望 听佛说法 哎 那我们中国 古人说 人者 要三 智者 要水 人词里面好像三一样 稳重 慈悲 宽厚 有智慧人好像水一样 燃容 随机应变 那么底下呢 就进入正中分了 佛告 曼苏 四吏 东方 去此 过时 秦 邪 沙 等佛徒 有世界 名 尽有礼 秦 邪 邪 邪 就是 恒 河 选战法的一本呢 多把恒 河 意味 秦 邪 邪 正中分呢 他可以分为三大部分 也就是如来开寺 菩萨 洪传 要 察 世护 在如来开寺里面呢 就宣说 要是佛 他的 一报庄严 正报庄严 和 十二大院 那个 正中分里面呢 佛告万书实例 佛陀开寺文殊菩萨说 从此 娑婆世界 往东啊 经过 好像 十条恒河沙一样 无量无边数量的 佛世界 有一个世界呢 叫做 近流离世界 这个是我们从浅诚意识上来讲 那么恒河呢 是印度有名的 大河 好像我们中国的黄河一样 那么河里面的沙呀 又细又多 所以佛陀每次 说到极多极多的数量的时候呢 总是以恒河沙来做比方 每一粒沙 代表一宗佛教化的国土 一宗佛教化的国土啊 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那么 事实上呢 我们不可以单单从外在的距离来理解 近流离世界 并不是说 好像是说 从我们这个说破世界往东 过一个世界 两个世界 来自于呢 无量的世界 十日恒河杀树世界 有一个世界呢 叫做近流离世界 不可以单单从这个表面上来讲 为什么 因为娑婆世界是生灭的世界 有生有灭的世界 我们都知道啊 你由生灭的世界往后推 往东方推 推两个世界也是生灭世界 推一万个世界还是生灭世界呀 你推无量世界 推十万亿个世界 都是生灭的世界呀 那么近流离世界 它是不生不灭的 净土世界 所以呢 不可以单单有这个距离来推 认为 真理是说 好像是 一个世界 两个世界 然后呢 十恒河杀树世界以后呢 就是近流离世界 不可以单单这么理解 事实上我们要从 法理上来理解 东方就代表了 生机勃勃 你看六祖大师开悟的时候说 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 所以呢 我们从圣意的上来理解啊 要是否呢 他 彻底的祸破无名障碍 正得最极 清净的法界 就称为近流离世界 然后呢 近流离世界在哪里 近流离世界可以说 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这个 身体理念 我们如果说 能够 以法界 透色身 以色身 透法界 就是 当下呢 就是转说婆为 近流离世界 造而常寂 名为 近流离世界 寂而常造呢 就名为 清净法身 名为 流离光 佛号 要是流离光 如来 印 正等觉 明恒远莽 善事 世间解 无上事 调于丈夫 天人师 佛 佛且范 前面 近流离世界是讲 一报庄严 这个一句呢 是讲正报庄严 从 所正成的 近 来 立名为 近流离世界 从 能正得的智慧 立名为 要是流离光 如来 所以呢 佛德的尊号呢 是要是流离光 底下是佛德的 十种尊号啊 我们有讲过了 去年我们在 香山寺开关的时候 讲过了 水念三宝经啊 那个上面很详细的呢 讲解了 那个佛底十种尊号啊 我们这里面呢 就略略地说一说好了 前面的五种尊号呢 是侧重于自立的啊 侧重于呢 转五运 乘五智的啊 如来 范语称为多陀啊 且陀 是从因来果 而成正觉 是真生如来 一死觉 觉本觉 成就究竟觉 真生如来 然后呢 成如是之道 来三界垂化有情呢 是应生如来 应就是应供啊 应受九法界众生的供养 正等觉呢 就是正便知 那么正知 是如所有知 便知呢 是尽所有知 也就是根本知和后德 所知呢 圆满成就 成为正便知 正等觉 能知的 智慧的内涵 和所知的 万事万物的外延呢 完全相等 我们称之为 我们称之为 那个正等觉 明恒圆满 也语为明恒足 明圆满和恒圆满 把正到里面呢 正见 就是明 明圆满呢 就是会足 然后正思为正与 正业 正命正精进 正严正定 这个七种呢 就是恒 恒圆满呢 就是福足 所以明恒圆满 就是福慧 两足尊 底下的那个 第五种呢 就是善四 善四 善四翻译成为 修协陀 修协陀 事实上呢 四 是指什么 善四呢 有些人说不好 其实很简单 四你只要理解 四就是 涅槃 就是入涅槃 四就是入涅槃 小圣的圣者呢 他丢下无边的苦恼众生 自己一个人去入涅槃 是称为 事而不善 大觉的佛陀呢 不离生死而正菩提 不舍众生而拨涅槃 称为善四 那么 出世间 有学安乐之道呢 就是善 一知修学 而获得无学无上的果位呢 就是事 那么 成就佛陀果位的时候啊 烦恼轮回之中 导致的一切痛苦呢 都荡然无存了 所以称之为善事 这个五种是侧重于自利的 然后世间解 对于气世间 有情世间都能洞察 知道教化众生的因缘 第七是无上事 调育丈夫 有种种的善巧方便 来调肤众生 贪欲很重的蓝陀 称恨心很重的央杰摩洛 于思心很重的 幽露平洛加色和 业障很重的周立 庞陀茄 这些蓝条蓝化的众生呢 佛陀都能够善巧的教化 让他们成就阿罗汉道 所以尊称为无上事 调育丈夫 第八种是天人师 一切众生的导师 第九种是佛 就是觉者和智者 智觉觉他 觉衡圆满 有始觉 觉本觉 神就究竟觉 然后呢 一切自道种自 和一切种自圆满 那么称为呢 佛陀 十种薄切范 就是前面讲的 六亿 那么自在光颜 赤圣 吉祥尊贵 名称 这些呢 称为薄切范 这是讲 要是如来的 十种尊号 慢速四吏 比四尊 要是流离官如来 本恨菩萨道时 发十二大愿 令主有情 所求皆得 前面讲的 要是佛 他的衣报 正报圆满 那么呢 要成就这个 衣报和正报圆满的 因是什么呢 就是他的本愿 所以呢 佛陀 开始说 文殊菩萨呀 文殊四吏呀 比四尊 最尊佛啊 要是流离官如来呀 他本恨菩萨道时 他之所以能够在果地上 成就 衣报正报的庄严 就是因为他的因地修行呢 六度万肯定菩萨道的时候呢 发了十二大菩提寺院 另一群友情 四出世间 都能够所求皆得 所求 圆满 所以 我们人生之中的种种的缺陷呢 都可以修 要是法门 来弥补 都可以呢 修要是法门 来成就 圆满相 我们要 事业上有障碍 要事业圆满 可以了解 钥匙法门 身体上有障碍 有病苦 要修 钥匙法门 卷属上有障碍 好像儿女啊 婚姻很难成就啊 也要懂得 钥匙法门 事实上呢 跟我们的人生啊 跟我们的生活啊 是息息相关的 并且呢 他就在忙着我们事情求愿的同时 开启我们内心的智慧 所以 要是法门呢 特别殊胜 那么 新罗国的太弦法师啊 他做那个 钥匙经理注解的时候呢 他就引阿修罗经上面 来解释 要是佛 他因及的愿力啊 就是要是佛 什么时候 发这些菩提士愿力呢 他引那个经上就说啊 琉璃光菩萨欲至圣佛 使发 总愿 也就是说呢 琉璃光菩萨是要是佛的因地啊 他最初呢 发四弘四愿呢 是在至圣佛所 保顶佛所 使发别愿 我们现在学到的这个十二大愿 这个别愿呢 是在 无量节前呢 琉璃光菩萨遇到保顶佛的时候呢 在他面前所发力 那我们看看这个 要是琉璃光如来 这个名号的含义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哈 这个名号啊 他是具足无量功德的 我们说浅一点呢 就是说 要是 是高情商 琉璃光呢 是高见商 如来呢 是高智商 事实上呢 最中佛他能够变制 释出世间 凡胜的一切 身心重病 所以名为药师 能够用物药来治病 称为物药之师 能够明炼方药 普至一切果报之病 来四周六欲之师也 是四大步骤的众生 六欲天的众生 他们的老师 物药之师 第二个方面呢 是诸 戒善禅定法药 治人天 身心恶业等病 三戒久有之师 这是法药师 第三类就是 无上的 要死 生达万法之源 一生之本 能令全小之流 五住净 五住反老断净 二死亡 便一生死 分断生死呢 都断了 三生缘 法生 报生 应生呢 都圆满了 四字忙 来三胜十地之师也 那么这个是 说 解释要死 流离光呢 也可以比喻为三生三治 内外名册啊 最称为流离光佛 三生是 以法生光明 破破障 以暴生光明 破业障 以化生光明 破暴障 我们 要能够转我们的暴障呢 成为 要是佛的 千百亿化身 以化生光明呢 破暴障 善巧观星 发十字光 破人我之 愿恒观星 发全字光 破法我之 那么 横处观星 发无外字光 破空之 能够呢 人空法空 并空一空 底下是 他的十二大愿 事实上 我们要非常重视 这个十二大愿 因为呢 要是佛他法门的精髓 就在这个愿力里面 所以我们会略略地展开一点 讲解这个十二大愿 第一大愿 让我来世得阿洛多罗三秒三菩提使 自身光明赤然 照耀 无量无数 无边世界 以三十二大丈夫向八十随行 庄严其身 令你却有情 如我 无异 这个是 要是佛因地所发的第一大愿 称为呢 正报庄严愿 也称为 身佛平等愿 这个是 开发我们的法性生理 从法性上来说 是众生与佛平等的 那么阿洛多罗三秒三菩提 那就是五上正等正觉 众生与佛啊 在本体上 在佛性上面是平等的 所以要是佛的 他因地发愿 就说 让我 未来世啊 将来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时候呢 自身的光明可以照耀到 无量 无数 无边的世界 能够令一切的有情众生 都可以成就佛陀的果位 都可以如我一样 得到三十二种庄严相 八十种随形好 那么 这个是 他的第一愿 那么要是我这个愿力 为什么能够得圆满呢 因为 我们佛法里面所说的 地利送啊 以我心念力 如来加此力 即以法界力 普共样而住 这里面也是如此啊 因为福慧之良力 诸佛加此力 即以法界力呢 所求皆圆满 所以愿力呢 能够得圆满 首先是自利 要具有福报和智慧的资良 信真愿切 这样子呢 我们能够成就 要是流离光身 第二个是他力 是佛菩萨的悲愿 永远护念众生 光照众生 要是佛 他的自光永远照耀着我们 第三种是法界力 一切法呢 在本体上 是源起性空的 是诸佛空向的 所以从 法的本体上来说 称为平等法界 平等法界之中啊 众生有佛是平等的 所以呢 一切众生都有存佛的可能性 就称为佛性 佛菩萨呢 也有随感而应的可能 所以呢 就能够 灵感 就能够呢 有求接应 为什么要是佛的生光 能够照无量的世界呢 因为法性生呢 是诸佛的真实性 就是法生 那法生呢 是变法界的 诸佛已经彻底证得了 所以呢 他的智慧光明 能够便于确处 来 教化众生 具有无量的智慧 和慈悲的光明 佛陀呢 以法生的本体 其他受用暴身 来教化地藏菩萨 所以佛光 它是无时不照 无处不照 所以我们 事实上我们就默御在 要是佛的光明之中 要是佛光明的照耀之中 好像不好理解 事实上也很简单 就说呢 要是佛啊 他特别注重于 我们世间的这个资深事业 所以呢 要是佛其实他会化身为一些 好像科学家呀 化身为科学家呀 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专家 然后呢 创造物质文明 让我们生活越来越便利 而事实上这个生活越来越便利呢 是要是佛智慧的化现了 所以我们现在呢 所用的一切的生活便利 意识住行上的便利呢 其实我们要知道从究竟意义上来说 都是要是佛光明的照耀 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 要是佛为什么能够照耀无量无数无边世界呢 我们为什么也就是当下的要是佛智慧光明的照耀之中呢 原因就在此地 那么都能够成就呢 三十二相 你好像竹安平相啊 竹千佛伦相啊 还有呢 守长过西相呢 乃至于呢 第三十二顶 顶层肉迹象啊 无间顶像啊 这些呢 都是三十二相 那么 一九三二年的时候啊 那个当时国民政府的考试院长 考试院的院长呢 拜祭陶 还有他很幸福 那么他当时呢 就迎请在内地的九四班禅大使 在南京的宝华山 兼有要是法会 也是按照要是佛的十二大院呢 也就发了一十二种愿 第一 遵循 遵循尽尊本愿 正本幽生 教众安阳 使一切人民 身心美善 向好端严 身美啊 心善 心很善 当然呢 外在地 身呢就美 就向好庄严 那么 你看 要是佛他的愿力 是将是我们 能够成就三十二大丈夫像啊 八十随形啊 八十种随形好啊 那事实上呢 我们呢 现在还是业障像 烦恼像 病苦像 这个从像上面 也就可以知道啊 我们看我们发现这张纸啊 最后一段 就是明朝医学家 很用光做指掌图 歌 命宫心部小长迁 光露甘金 胆福全 圣上寿缘 膀胱疾 肺为父母 夫妻连 皮宫田宰 魏常博士搞错了 用错了 那个 兄弟命宫 焦仆棉 十二宫中 皆有定 药看 泰树 在新砖 事实上呢 这个 彭用光啊 他这个指掌图格 是出作于 他的一个著作 叫做 泰树 卖精 他就是讲这个 把卖的方法 但是呢 跟药师法 很相通 所以我们看这个 我们只要看这个 我们就可以知道 判断一个人啊 他身体健康是什么状况 你看这个就可以知道了 你懂得这个就可以知道了 所以从脉象上 从一个人的面向上 就可以整查一个人的穷通受邀吉凶 以前的都算很厉害 他看你一眼他就知道你现在生理健康怎么样 你这个人福报怎么样 你这个人吉凶祸福怎么样 你这个人前途怎么样 你这个人寿命有多长 你会哪一天死亡 都会有方法可以知道 我们到后面 药师法面那边呢 后面都会应该会讲到 我们先看那个 第一句好了 事实上从面向上 他们就可以知道一个人了 他的病症是什么 他的病源是什么 你看中国人讲病症 然的字 病是什么 五脏六腑里面的病 这个病呢 他会在外面显出来 外面显出来 你脸上 你的手相 你的耳相 这个他称为症 外在的现象叫做症 五脏六腑的问题叫做病 称为病症 那么呢 我们从一个人的这个相上面 脉相 这个面相上面 就可以知道一个人 他的性格 他的爱好 他会有多少财富 这个很容易啊 如果你一个人谈生意啊 你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骗你 他有没有实力还是骗人力 怎么看 看这个眼 眼盖就可以知道 眼睛的上眼皮 你看他就知道了 如果一个人谈生意 那个人这个眼睛呢 现在很深 这个上眼皮很陷进去 你就要小心一点 他十分有九分是骗你的 原因是什么 我们这个记事里面就会 我们这个记事里面就会讲到 很简单的其实 要说穿了就很简 一懂得要是法 就很简单 那个 而且呢 还可以知道一个人呢 他什么时候结婚 什么时候工作 什么时候可以添丁 到底命里面有没有儿女 看看这个第一句啊 命功心部小长千 这里面讲一十二功啊 就是把这个脸像啊 把我们的脸分为一十二个部分 就可以知道 这个命功在哪里呢 命功啊 就是我们这个 鼻子最上面最低这个地方啊 这个是命功 这里面看什么呢 这里面看你的心脏的功能 你现在好不好 在这里面可以看到啊 那个怎么看 如果这个地方呢 以前好好的突然生一颗痣 或者突然突然出现一条皱纹 让眼睛老了 那是不相同的哈 一般来说突然出现破损 往往就预造着你的心脏可能会有问题 命功心部啊 小长千 两个鹅脚呢 这个是小长 一个人小长有没有问题 你看这个两个鹅头这个脚就可以知道啊 我有知道有一个出家人 他这个脸上有那个雀斑呢 其实原因就是因为他小长里面呢 有毒 那么这个鹅脚上面有字 看看就可以知道 自己招着镜子就知道 这个鹅脚叫做迁移宫啊 他还主迁移 你一辈子是不是会很波动 一马行很重 也是可以知道了 而且这个眉毛呢 这个两条眉毛长得很靠近了 中间距离不大 两条眉毛挤到一堆来了 这个人怎么样 这个人很小气 心胸很狭窄 然后呢你这个命功这个地方有树的 树的纹呢 心脏可能会有问题的 所以呢 那个因为心 心脏和小长是相对的 我们看前面那个表知道了 所以呢都是属火的 所以看这一句就可以知道 当然其实呢 他还有很多具体的细致的方法 光路干净 胆伏全 光路 光路是什么呢 光路就是说你这个上面 往上啊 这个 硬塘上面这一点点 这个位置呢 这个是光路啊 鼻梁的上面 这个地方呢 他就是光路功 你一辈子的光路啊 可以看得到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你肝脏的功能 这个位置 如果他有三个树的条纹 或者有好几个树的条纹 突然出现 那么你的肝脏会受损伤了 你肝脏损伤以后的话呢 他这个 你肝 你有肝的毛病 现在就可以看得到 这个上面会有条纹的 会有树的纹 而且的话呢 不单单是肝脏受损伤啊 而且可能是 而且可能是呢 那个 呃 表示呢 你还可能会 破财 或者你整个鼻子突然之间变得通红 也是表示你近期内会破财 或者鼻子里面的毛突然生出来 生得很长 这个也是要破财的一个表现 或者是呢 你没有受风寒 但是无缘无故呢 要拉肚子 无缘无故就腹泻 那表示呢 你近期之内也会破一大笔财 肚子心会排出去 外在的财也会跑掉 胆伏拳 胆伏拳呢 就是看福禄功 看你的这个胆腹的功能啊 你的胆的功能怎么样呢 看你这个福禄功 福禄功在哪里 就是两个并角哈 这个 并角这个地方呢 就是福禄功啊 啊 那么呢 这个是看胆的功能的 胆伏拳 那么 鼻子上面呢 其实这个整个鼻子哈 这个鼻子 它中间呢 这个叫极恶功 极恶功这个地方的话呢 它是 它是表示什么 它是表示那个 胃的功能力 你看那个 那个 文会啊 禅礼啊 它这个地方 这个鼻子上面 这个中央呢 都有一个疤痕力 就说明他们两个人 胃一定是不好的 你可以问他 他那个疤痕出现了之后 他胃就有病了 他说胃病好的时候 这个疤痕自己就会消掉 那个 这个应该是很明显的了 有些人说 哎呀 我跌倒了 我鼻子受伤了 然后突然我就 我突然之间呢 我就有胃病了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本身就虚了 所以稍微喷一下呢 它就有一个疤了 而且有个人说 我这个 我这个脚啊 某一个地方 老是会骨折 而且在同一个部位 反复的骨折 那要知道 并不是骨折这么简单 它就表示相关的内脏有毛病 你这个相关的内脏呢 它很虚 所以喷一下 它就断了 喷一下它就断了 你就可以看看 调好你的 那个相关 因为我们的这个身体 手脚啊 它有韧带 它不容易受伤的 随便喷一下 它就断了的话呢 就说明你的内脏早就 其实早就很虚了 早就受损伤了 并且的话呢 这个男重啊 这个鼻子 它是最重要的了 它是它的财心呢 鼻子比较大 两边也有肉 这个两边的肉 就是财博功嘛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表示 它的事业会比较好 那么相对应的呢 女人 她的鼻子呢 就可以看到 她丈夫的状态是怎么样 她丈夫的财运怎么样 而且呢 这个 鼻子这个中间啊 这个 极恶功这里啊 就代表了 那个 44岁 再往下一点 45岁 这个鼻子肩 代表48岁 所以其实好像 文会他们呢 44岁 45岁呢 就要小心了 肯定呢 会有一个障碍存在的 那那鼻子肩呢 你这个鼻子肩 这个叫准头啊 那个准头 这个位置突然很低限 它低限下去呢 就代表你48岁的时候 可能会有破财 或者会遇到白事 白事你家里面 有人有青人过世啊 或者甚至有自己有问题啊 都可以知道了 这个就是光露干净 挡服全了 肾上寿远 膀胱疾 第一两 你这个中央 就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叫几个宫 他这是呢 看一个人的 这个膀胱俗的 然后呢 也看一个人的寿命的 肺为 肺为父母夫妻连 两个眼角 这个位置呢 就是叫做夫妻宫 眼角这个叫做夫妻宫 夫妻宫呢 他是诊断 一个人的肺脏的功能 好和坏的 肺肺有毛病的人 这个地方会有问题 会有疤痕 或者很深陷下去 然后呢 以前没有问题 突然之间这个地方受伤 那么很快的夫妻两个就会 莫名其妙就会吵架 他都是有关系的啊 那么其实呢 他也代表了父母的健康状况 在五行上面呢 属于经 挂项上面称为钱 也代表家中的长者 以及呢 本人就是这个 这个看的这个人 他本人 他的头部的健康状况 和他的肺的健康状况 如果你也就是说 你看这句你就知道 如果你家里面的长者 比方说你的父亲 突然之间呢 他就突然之间生病了 或者自己呢 突然之间就头痛 或者肺有毛病了 然后自来自去治不好的话 你就可以检查一下 你家里面西北方 是不是有垃圾桶 或者有一堆垃圾 或者有很尖锐的东西 就我们这个身体 跟外在我们生存的环境 它是有对应关系 互相影响的 然后皮供田宅呀 胃才博 那胃呢 是看财博工 不是胃常博 胃看财博工 那么田宅工啊 就可以知道我们的脾胀 田宅工是什么 就是两个上眼皮 这个眼盖 两个上眼皮呢 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你脾胀的健康 我们原来有讲过 快乐休息人 大家知道 所谓的肾虚眼肚黑呀 这个眼肚子黑是肾虚呀 就是呢 你这个上眼皮 这个地方呢 也就可以知道 你皮上的功能怎么样 就是 那个 在五行里面属土 在方位呢 是属于东北 那家庭成员呢 就成为少男 最小的儿子 那么眼盖呢 其实很通俗的说 就是好像财富的保险箱一样 这个位置 如果很饱满的话 就表示你的福报很大 这个位置如果很低线的话 你的福就比较薄 如果你跟一个人去谈生意呢 这个人 这个眼睛陷下去 这个眼皮啊 一直陷到很里面去 这个人呢 其实是 福报不是很大 你要小心上单收片了 而且我们这个眉毛 跟我们这个眼睛的距离一样 这个眼盖它有多宽啊 它这个也是有关系啊 这个眼盖越宽呢 就说明这个人越容易发展 越容易成就 不过这个人呢 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 如果这个女众 他要是选对象的话 那么看到这个眼盖就知道了 看他会不会 会不会有成就就可以知道了 不过你要有个心理准备就是 他一定是不怕老婆的 那么反过来说的话呢 如果这个眼睛跟眉毛 起到一堆去了 这个眼盖很窄的话呢 就说明这个人 平无立罪之地啊 可能住房子都没有了 然后的话呢 这个是说 脾宫田宅 看田宅宫就知道 你脾上的功能 那么当然我们 像这个眼睛呢 也会有一些方法可以知道 可以知道 如果你脾很虚啊 也是用了很多方法 都好不了的话呢 你就看看你的家宅 是不是有缺一个东北角 这个也是可以知道啊 然后呢 为财伯 财伯公我们刚刚讲的 它是这个鼻子两边的这个肉啊 而且这个鼻腔上面的肉啊 这个是财伯公啊 那么呢 这个可以知道你的胃 胃腐的功能 胃腐的功能 在方位上面是表示西南 在五行桌 你也是属土的 在成员里面就是指妻子 或者指母亲 如果你亲友啊 他有胃病 甚至于有胃癌 那么呢 如果其实有一个帮助的方法呢 就是你可以到他家里面看看他的厨房 他家里面的厨房的西南方 看是不是有一堆很热臭的垃圾 突然你突然你这个这个胃不舒服了 那么可能你厨房里面可能有西南方 有一个垃圾 你忘记倒掉了 或者那个地方呢 就放了突然之间放了很多把菜单 就放在那里面 也是会有影响的 如果把这些都清理好以后的话呢 那么胃病呢 呃 配合药室法门 它是比较容易有转机的了 事实上呢 有些告诉我们 我们身体的健康啊 跟环境是息息相关的 尤其是你工作的单位和你的家宅 这是你停留时间最长的 那么他会跟你身体的某一个丈夫 都有对应关系 兄弟命工 交扑绵 兄弟 兄弟是指什么 这个眉毛啊 这个眉毛上面呢 这个眉毛 和这个上面一点 这个叫兄弟工嘛 眉毛 他是兄弟工 他可以整理 并且他可以知道 我们的命工和圣章的功能 兄弟命工啊 那么 如果一个人 他这个眉毛 一边高一边低 你可以知道 你可以知道他什么状况 就表示他有两个母亲 他父亲有两个老婆 他的眉毛就会一高一低的 有没看到过 这个眉毛很粗 并且比较长 那就表示呢 兄弟姐妹的感情都很好的 然后呢 互相之间呢 很有助力 能够得到帮助 但是要注意的一点 就是说 这个眉毛跟眼睛呢 要搭配 才可以 眼睛呢 是属于君 眉毛是属于尘 如果眉毛很粗 眼睛很小 很细 那就是尘夺 君全 这个是胸相嘛 如果是 那个 眼睛大大的 眉毛呢 很淡 很细 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 君强 尘弱 也是胸相 也是胸相 然后如果是 女众来说 这个眉毛本来就很淡 又很细 她去自己做人工的这个文媒 文媒以后会有什么问题出现呢 她走到哪里 这个人家背后说她的是非 在方位上面呢 就是属于北 属于砍挂 在家庭里面呢 就是代表中男 第二个儿子 在五星里面呢 就是属于水 那个 因为她可以看到你的这个 肾的这个功能 和这个命门的功能啊 所以呢 事实上呢 她可以 可以有一个方法 就可以知道 就是说 如果五十岁以上的男重呢 她有潜力线严 这个双脚无力 她有个什么方法 可以帮助到她呢 可以在家里面的北方啊 可以有一点活水 这样的话呢 比如说你养一缸鱼啊 这个是活水嘛 对她会有帮助呢 那么 那么 胶脯棉 胶脯棉呢 就是三胶吧 要知道我们三胶腐的健康状况呢 就看你的那个 卢脯宫 卢脯宫啊 就可以知道三胶的状况 卢脯宫在哪里啊 这个地方啊 这个两边 这个就叫做卢脯宫啊 这个是将你挽延的这个状况啊 也知道你那个三胶腐的那个健康状况啊 这个地方有一个字 突然之间生出来就好 那么你三胶呢 就可能不太好了 那么事实上的话呢 你要事实上的话呢 他可以知道那个 我们的这个健康状况啊 一般来说我们这个 说法就是说下巴是晚年的 骨仓啊 一个人没有什么下巴 这样子就说明他晚年不太好的 他晚年的状况 这个表示他的那个骨仓啊 福报的大小可以知道啊 人中就代表五十一岁 这个这个下嘴皮底下 这个有个窩啊 这个叫成江啊 这个是六十一岁 地阁就是这里下 这个地阁这个就是七十一岁 这样子都是可以知道啊 十二宫中皆有定 要看太树在新砖 那么要看的方法就是说呢 你这个十二宫啊 他是不是突然出现一条文 或者生了一粒字 这样的话呢 如果有文或者字突然生出来 应该都是不太有力了 如果低限下去 也是不太吉祥的 如果很饱满呢 那应该就是很好的了 尤其是突然有变化呢 那就表示你的内障 突然会有什么毛病 会要生了 一定要知道我 你没有生重病之前 你脸上会先显出来哦 不过你不知道看 一定要到医院急救了 你才知道有什么毛病 其实如果你学会钥匙筋呢 没有没有生病 你就预先知道会有什么毛病 然后预先预防一下 就不会生病啊 这个应该就好得多了 所以其实呢 应该要知道吧 那个我们刚刚说到这个 十二宫中皆有定啊 就比如说这个人中啊 人中他代表五十一岁 而且呢他有很多方法 他可以看很多东西哦 人中呢 他可以代表一个人的这个中 中晚年呢 女中来说呢 这个人中呢 以前好好的 突然这些人中 就生一粒字 那就表示什么 就表示你很快就会犯乳腺癌 宫颈癌 子宫肌瘤 这些毛病呢 应该在比较快的时间之内 就出现了 如果你抓紧防范的话呢 应该是会可以 可以治疗啊 可以治疗的比较快呀 不要等到晚期了 你还不知道 这个就死定了 那个香港有个明星 就没用方 死掉了哈 死于什么 死于子宫颈癌 那子宫颈癌 他是其实呢 我们看他那个 发作之前呢 他在媒体上登出来 那个照片呢 跟他以前的照片一比较 你拿出来两个照片一对比 你就知道了 他这个人中这个地方呢 后来的话 有一粒字生出来了 不过是他不知道啊 他没有懂得要事反门呢 不过他信佛啊 他有唱过心经啊 应该唱得很好的 但是他不懂得要事反门呢 福报还是不够 所以呢 死掉了 而且呢 很奇怪的就是说 男重啊 看人重 你可以知道 他的感情生活 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人重表示51岁嘛 就是说一个男子 他50岁以后呢 这个人重突然之间 就出现一条 横底一条皱纹 横底一条纹呢 突然出现了 就表示这个男子怎么样 林老入花虫 那么呢 这个人重里面的话呢 如果突然有一条 直的一条纹的话 哎 我昨天就要看到一个句式 我问他 他就说 确实他 他那个长子就死掉了 这个人重这条 这个里面有一条 直的一条纹路啊 就表示什么 直的一条纹 一条裂痕一样啊 这个就表示呢 长子蓝羊 这个直纹 这个纹越深 这个长子的灾难就越大 大儿子啊 表示家里面的大儿子 看父母亲都会看到 父亲也有 母亲也有 嗯 如果父母亲 他任何一方啊 人中上面突然出现一条纸纹的话呢 那么他的长子啊 近期就会有灾难 那以前有一对夫妇啊 他的那个大儿子呢 到英国去读书去了 这个大儿子在英国呢 天就喜欢开快车啊 天天把这个车开得很快 然后父母亲都很担心 他会出车祸 然后呢 事实上呢 怎么可以判断 会不会出车祸 就看他这个人中 父母的人中 如果一直都很平滑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闻的话 肯定不会有事 当然 交通还是有安全 不要开那么快了 但是呢 肯定不会有事 但是突然有一天 这个母亲呢 这个人中里面出现一条直纹 然后呢 就跟他说 赶快给你儿子打电话 叫他 叫他赶快去去那个 消灾免烂了 赶快赶快去做点事情 而且不要 不要开车 但是呢 他有点事情耽误了 没有及时通知 七天以后 再打电话过去的时候 就知道 他儿子前三天 刚刚赚车 然后就昏迷了几天呢 车祸 昏迷了几天 不过抢救过来了 他母亲这个 这个指纹呢 还是比较浅 如果很深的话 肯定就是死掉了 那么这个是说 事实上呢 我们要学会钥匙法门的话呢 你这个身体健康状况 可以看得到的话 病症病症啊 症就可以看到你里面的病 那么而且呢 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啊 你都能够一眼看穿 一个小孩子啊 有没有读书的缘分 你这个儿孙呢 能不能够读书成绩好 看什么 看眼睛 这个眼睛突然出现 这个红纹啊 红色的诗啊 你这个小孩子肯定够呛了 肯定没有心思学习了 那怎么办呢 那你要听下去 知道样式法门 你就知道怎么办 我们回线好了